野生资源非常稀缺 被神龙本草经列为上品 植物传草当作药材或是泡酒 价值极为珍贵 预见可别错过 朋友们大家好 有位网友让我给他寻找一种草药植物 平常很少见 在户外野生的越来越难找 今天来到这个山里面看看有没有 寻找这种草本植物 一般需要往斜坡 或是一些竹林边缘 我们才能够发现 仔细看看这种植物长得挺漂亮的 先带大家认识一下这种植物长什么样 学名叫营养货 别名有三枝九叶草 心灵皮 钢钳 等等一些称呼 不认识营养货长什么样的人 来看一下植物型的特征 高30到50厘米左右 地下根状经 短而粗 横卧 致硬 成节节状 须根多 叶子形状独特 容易辨识 一回山出腹叶 积生和金生 小叶三枚 小叶格子 软形 这软状披增形 叶子变化比较大 有大有小 顶端见尖 肌部软形或心形 叶子边缘 有明显的赤脂 花果期在每年春夏季五六月份 这就是它的花金 花金它的花是对生的 花细小 圆椎花絮 硕果 种子是长圆形的 营养货 有不神好奇 它到底是种怎样的植物 神龙本草经当中 列为赤品 中药材方面 常常用到 中国药点 研究方面 发现它一些新的用途 具有抗氧化 和黄酮量 等等一些价值 中草药文化 传统几千年 作为草药人 营养货 每年夏秋季 植株旺盛的时候 采集精叶 留着地下根 让它重新生长 采回去了这种叶片 洗干净 去除杂质 干燥之后 可用作泡茶 药用或是泡酒 如果在山里面 遇见营养货 大家不妨认识下它 把叶子采回去 知道用途与价值人 评论区可互相交流 专业口方面 可了解更多知识点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 更多农村生活视频